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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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是这样子 荣禄魏 传闻 有费力之事吗 思喜答 没有 如果有的话 怎么办好 荣禄答 太后说怎么做 谁敢不赞成 但是 上 方绪 没有明罪 明显的罪恶 上 光绪 没有明罪 如果废掉 外国该设 不可 不慎重 慈禧问 那事情怎么办 荣禄 答 皇上 皇上 没有儿子 在本职中 立一位近亲 做大阿哥 拯机 在这儿子 拯机 选择时机 改篡 皇帝的地统 拯机 串统 这样做 世出 有明 慈禧答 你说的对 这一番对话很重要 慈禧和荣露 逆杀 立大阿哥 问题就来了 大阿哥选择谁 同志 宰 宰 宰子辈的 光绪 宰田 宰子辈的 再立一位是宰子辈的 还是谱子辈的 如果立宰子辈 那慈禧还要垂帘听证 这时候慈禧已经年老多病 就要在朴子辈 选择一位 做皇帝 朴子辈做皇帝 就可以让 思习的侄女 后来称的龙玉太后 她来垂帘扶政 她来垂帘听政 在朴子辈里面 大阿哥选谁 朴子辈很多的人 结果选了朴俊 为什么选朴俊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从爱心揭露 血统来考虑 朴俊的父亲是宅姨 朴俊的爷爷 是义宗 义宗是 咸丰皇帝的弟弟 这是爱心揭露的关系 那还要考虑 从叶赫纳拉市的关系 就是从他的母系 来说 朴俊的母亲是谁 青石稿 棉心传 记载 宅姨 附近 承恩公 贵祥 之女 太后之 侄女也 就是说 朴俊 从慈禧的娘家来说 是他侄女的儿子 侄孙儿 从他婆家来说 从慈禧的婆家来说 是他丈夫 唐侄儿的 也算他的唐侄儿了 慈禧婆家 唐侄儿的儿子 就直孙 朴俊 恰好在爱心 觉罗和叶赫纳拉市 两个家族 交叉点上 宣了普遂 我补充一句 这里面 有的学者 对青石稿 年新传的记载 有一位 说 慈禧的弟弟贵祥 但女儿 没有嫁给 宰乙 宰乙的附近 也没有 叶赫纳拉市 我觉得 这个问题 还是请专家 继续考证 今天 我们就按照 青石稿 年一传的记载 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样就选定了 普遂 做大阿哥 光绪25年 十二月 光绪25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思习太后 移植 有免乙的 有宰乙的 儿子 普遂 做大阿哥 将来 继承 同志 为四 兼跳 光绪皇帝 为四 就是既继承 同志 又继承 光绪 并且传话 第二年 大阿哥 和光绪之间 要搞一个仪式 就是光绪皇帝 要举行 善位 大典 同时 举行 大阿哥 登级 大典 飞着就把 普遂 请到皇宫里面 在皇宫里面读书 在洪德帝 读书 请了师父 一位师父 就是 同志 皇后的父亲 这个时候是 承恩公 上书 他还是 唯一的一位 蒙古族的传言 就是 冲旗 还有一位师父 就是 徐童 师父也请了 大阿哥 也进了宫了 就准备 授授 大典 这个时候 朝廷上下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就是反对 外国使馆 也表示了意见 反对 这个时候 发生了 伊和团 事件 在以 就是大哥的父亲 支持 伊和团 说伊和团 是 一民 而不是乱民 伊和团 冲到了 东郊 民项 使馆 去 杀了 日本 驻华使馆的 叫 山山兵 还杀了 德国公使 克林德 事情闹大了 接着 霸国联军 侵入北极 慈禧 在 慌乱之中 带着 光绪 西陶 载乙和大哥 普俊 随驾 西陶 思习在 逃到大藤的时候 移植 载乙 为君基 大臣 又往西走 走了不远 慈禧 变卦了 说 伊和团和八国联军 这场乱子 祸首 就是 在 隔去 在 以 君基 大臣 职务 浅 树 新疆 后来 处署 有所变化 慈禧 慈禧 就逃到 喜爱 第二年 光绪 二十七年 慈禧 回栏 回栏的路上 还没到北京了 慈禧宣布 说 大阿哥的父亲 在 大阿哥 普郡的父亲 载乙 有了过错 已经进行了处罚 他的儿子 不应该 再做大阿哥 叫废出 大阿哥 这个名号 回到北京之后 这个大阿哥 普郡 就不能在 皇宫里了 归宗 还归到 宅仪 名下 这样 大阿哥 就废了 废了以后 慈禧年龄 越来越大 光绪 又没有儿子 慈禧 和光绪的关系 又不好 光绪被囚在 中南海的营台 到光绪 三十四点 十月 二十日 光绪 病重 慈禧 就又 传下遗址 让春亲王 宰风 的儿子 溥仪 将来 是这样 先是历史 先是历四 接着又废除 之后 又再历 这么一个 戏剧性的 变化的过程 那 那慈禧 为什么选中了 溥仪 就是光绪了 就是宣统 为什么选中了 溥仪 就是宣统 继承皇位 溥仪 溥仪 还有啊 我想啊 还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还是从爱心 绝罗的学生说 溥仪的父亲 是宰风 溥仪的爷爷 是义宣 义宣 是 道光皇帝的 第七个儿子 道光皇帝的 第四个儿子 是义柱 就是咸丰 第五个儿子 是义宗 就是刚才我们说 那个宰仪的父亲 普俊的爷爷 道光这几个儿子 对近代历史 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三个 第一个是老四 一住 就咸丰了 第二个是老六 义宪 公亲王 第七个 就是义宣 就纯亲王义宣 就溥仪的爷爷 公亲王 他们家 出了两个皇帝 就是光绪和宣统 春亲王 义宣 我是老说糊涂话 春 春亲王 义宣 他们家 一共出了两个皇帝 第一个皇帝 是光绪 上次我们讲 第二个皇帝 这就是宣统 老春亲王 就是义宣 故去之后 就是由小春亲王 宰封 世西的皇位 世西王位 因为他这个春亲王啊 是属于世西王纪 最后我们解答问题 还要讲这个世西王纪 他为什么宰封来继承这个 承熙 春亲王这王位呢 因为 溥仪的爷爷呀 春亲王 宰封啊 溥仪的爷爷呀 春亲王 义宣啊 他的儿子 光绪那只 兄弟好几个 都死了 就是 慈禧的妹妹呀 耶和纳达士 就剩了一个了 就是 光绪 另外一只 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 宰封 宰勋 和宰涛 宰涛就是这个 就现在 十三中的纸 那个涛贝勒服 这慈禧很有意思啊 他把宰勋和宰涛 过激出去了 那就剩了一个王子了 就是宰封 所以这个春亲王 义宣 他儿子当中 出了死的 出了过激的 死了三个 过激出去俩 继承皇位光绪一个 就剩了一个了 就剩宰封了 将来皇位继承 只有宰封这个系统 没有别人了 因为光绪没儿子 入计了 死了三个 这四个 那七个儿子 还剩仨 仨过激出去俩 不就剩一个了吗 就剩宰封了吗 那宰封 怎么和慈禧又大什么关系 这里面也有奥妙 慈禧很早就看上宰封了 慈禧的心服众臣 就是荣禄 荣禄有个女儿 叫花儿家士 慈禧很喜欢 就收养在宫中 很喜欢这个女孩子 有视通 几除 就把这个 瓜儿家士 指挥 给宰封 这个时候啊 宰封呢 他的继母 他叫树母 就宰封的树母 已经给宰封定亲了 那才定亲 那慈禧太后又移植 和瓜儿家士结婚 就很为难呢 这面是订婚了 这面是慈禧太后的移植 又不敢违抗 这不两难吗 最后没有办法 就把宰封 已经定亲了 那面亲室 退掉 接受了 慈禧的这个洋女 瓜儿家士 做 春秦王 宰封的 附近 我在这里面简单交代一下这个荣禄 荣禄呢 是姓 苏丸 瓜儿家士 他的祖先 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 费迎东 就是费迎东的后裔 荣禄啊 在朝廷里做一个小官 贪污 宿顺呢 就要把荣禄论展 后来荣禄是花了钱 走了 关系网 就免得一死 英法联军 打到北京 慈禧 逃难到成德 这是我们过去讲过了 慈禧 又发动了新游政变 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住的时候 哎 荣禄是特别会讨好慈禧 慈禧做一个女人来说 她经常 做一个女人的太后来说 她经常想一个问题 她的儿子没有儿子 光绪做了皇帝 是还没有儿子 将来这个皇位怎么结细 和外朝的朝臣呢 慈禧又不肯说 就只有跟幸福的人说吧 就跟荣禄说 荣禄呢 就给慈禧出了个主意 就是将来呀 找一个朴子辈儿 从晋禁里面 晋知 从晋知里面 找一个朴子辈儿 既继承 从治皇帝 又肩条光绪皇帝 就两面继承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慈禧特别高兴 后来选大阿哥 普俊的那个主意 就是荣禄 帮他出来 大阿哥废了 还是按照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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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按照这个思路下来的 就又选了普资本 所以荣禄啊 是慈禧晚年的心服众臣 如同和珅 对乾隆一样 荣禄既没有学历 又不是近世啊 状元啊 又没有武功 官升得很快 部君统领 兵部尚属 军机大臣 大学士 先是协办大学士 后来是文华殿大学士 就是首席大学士 上一次我们讲到武须政殿的时候 这个时候荣禄是步兵统领 这个时候荣禄是步君统领 就掌握京都的卫士权 元世凯告密 是告了荣禄 荣禄又告到慈禧的 抓康有为梁启超 杀 武须六君子 就是荣禄一手操作 所以荣禄 所以荣禄是慈禧的 心服 尽臣 权臣 宁臣 监命了个孽 荣禄的女儿 慈禧任作洋女 把她 嫁给宰丰 生了儿子 就是扑依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光绪也好 宣统也好 他们都是在两个关系的结合点上 就是爱信杰罗氏和叶赫纳拉氏 两个关系的结合点上来选了光绪和宣统 这就把清朝的极权统治 推到了极权统治 溥仪的家 溥仪的家庭背景 我前面已经说了 春清王 宰丰 他有四个附近 大附近 清朝不叫大附近 他叫迪弗近 就是这个瓜尔迦氏 瓜尔迦氏生育两个儿子 一个是普仪 另一个是普洁 侧附近 生育两个儿子 一个是第三子 叫普齐 另一个是狄四子 叫普润 普润先生 现在的名字叫金有之 现在 就是公亲王 就是纯亲王 普自辈 直属的 现在 现在的就是普润先生 一共普仪过世了 普洁过世了 普郡呢 普仪过世了 普洁过世了 普齐呢 很早就过世了 第四位 就是普润 金有之 现在 现在 今年 今年八十六岁 这样就在 光绪三十四年 光绪死的前一天 就决定 由普仪来继承 皇位 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同志 和光绪 他皇位的 立四 废除和再立 这么一个戏剧化的过程 戏剧性的过程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宣统 登基 退位 复并 第一个问题 我再稍补充一点 就是纯亲王的加峰啊 他两代纯亲王 两代纯亲王的加峰啊 就是八个字 静静 慎慎 千千 亿 第二代纯亲王 宰封 也是这样 王府啊 挂了一个对联 八个字 十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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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联是 有书 有富贵 下联是 无事 小神仙 我再说一遍啊 就 春亲王 宰封 他家里面 挂了一幅对联 一共十个字 上联是 有书 有富贵 下联是 无事 小神仙 他就 做到了 亲王 做到 摄政王 他脑子想的是什么呢 有书 有富贵 无事 小神仙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在政治 漩涡当中 求得 太平 求得 平安 无事 这个 春亲王 宰封啊 有一把 团扇 这团扇上呢 写了几个字 我把这个几个字 给大家念一下 蜗牛 蜗牛 脚上 真何事 石火光中 祭此神 随父 随平 且富贵 不开口笑 是 持人 这个 呆 石火 打石头 敲着火 石火 过去不是 那个取火 就是那个 火师来取火 我再念一遍 这个啊 蜗牛 就爬着蜗牛 蜗牛脚上 真何事 石火光中 祭此身 随父随平 且富贵 不开口笑 是持人 蜗牛很小啊 这两个触角啊 你还争什么呢 在那里头争 你争雄 你争雄 争胜 争胜争败 没有意思 人生好比 那个 石火 随石敲的火呀 一闪即过呀 你争什么呢 你富也好 贫也好 生什么呢 高兴就行了 不开口笑 是持人 整天时候没哭脸 连开口笑都不开 你不是一个持子 啥子吗 呆着 这个春清王 载风的 传善的 这几句话呀 就说明 载风啊 有一种布袋 和上来 这种心态 从里面 可以反映的问题 就是当时朝廷 斗争 是非常之残酷 今天可能是亲王 明天可能就是庶民 或者后天可能就 潜述到边境 我们还是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宣统 登基 退位 复辟 先讲登基 十月二十日光绪并威 思细遗址 就由 春清王 载风之子 浦仪 浦仪 继承华为 当天 军机大臣 内务府大臣 太阶 就到了 春清王的 北府 就是现在 宋庆龙 故居那个 地方 实际上 当时北府 比这个面积大多了 这一天晚上 春清王 王府 家里头是乱成一团 溥仪 在我的前半生 这本书里面 有一段记载 很具体 我把这段记载 读一下 光绪三十四年 就历 十月二十日 的傍晚 春王府里 发生了一场 大混乱 这边 老附近 不等听完 新就位的 摄政王 带回来的遗址 先轰过去 王府 太监和夫差丫头们 灌姜汁的 灌姜汁 传大夫的 传大夫 盲成一团 那边又穿过来 孩子的哭叫 和大人们的哄 哄声 摄政王 手忙 摄政王手忙脚乱的 跑出跑进 一会儿 招呼着 随他一起来的 军纪大臣 和内奸 叫人 给孩子穿衣服 这时 他忘掉了 老附近 正在昏迷不醒 一会儿 叫进去 看看老附近 又忘掉了 军纪大臣 还等着送来的 还等着 未来的皇帝 进宫 这样 闹腾了 好一大阵 这样闹腾 好大一阵 老附近 苏醒过来 被扶到 里面去歇了 这里 未来的皇帝 还在抗旨 连哭带打的 不让内奸 过来 报他 内奸苦笑着 看军纪大臣 怎么吩咐 军纪大臣 则束手无策的 等摄政王 商量办法 可是摄政王 只会点头 什么办法 也没有 那一场混乱 后来还亏着 儒母 给接受的 儒母看我哭得可怜 拿出奶来喂我 这才止住了 我的哭声 这个卓越的举动 启发了 束手无策的老爷们 军纪大臣 和我父亲 商量一下 决定又如母 拜我 决定又如母 抱我一起去 到了中南海 在交内奸 抱我 见 思习 皇太后 当时宣童才三岁 溥仪才三岁 一个僧人 又是 他不管你是 军纪大臣 还是太厌的 你抱他 他不干 他就哭 他的奶奶 是不舍得 这孙子抱走 我在这里插一句 春王府 春王府有一个习惯 投生的孩子 满了月之后 归奶奶 待 不归母亲 待 所以这个溥仪 小时候 他奶奶 待大 如母给喂奶 奶奶 被待大 后来溥仪回忆说 晚上 这是在王府的时候 晚上 溥仪睡着了 这奶奶 不放心 过来看看 这小孙子 穿着鞋 是木顶鞋 还怕 这木顶鞋 吱嘎吱嘎响 把孩子吵醒了 光着脚 慢慢慢慢 轻声的 进到溥仪睡觉 这小屋 看看这孩子 睡不着安稳呢 天冷了 被我蹬了 是不是给盖上了 一点思想准备没有 突然就要把孩子抱走 所以这奶奶 一下就 就昏过去了 整个春王府 是乱作一团 溥仪被抬进宫 到了中南海 慈禧在这儿 是在伊兰殿 三岁的溥仪 抱到中南海 第一件事情 是到光绪的那个 养心殿 去叩拜 光绪 这时候已经死了 第二天 叩拜是光绪已经死了 三岁的孩子 看着一个死尸 停在那个地方 还要哭 就是又哭又害怕 完了以后 又把他抱到慈禧这儿 慈禧是死之前一天的人 看着这么一个又病 又老 这么一个老态 又病又老 又生疏 这么老态 吓他就哭 慈禧哄他 也没有气力哄了 这是二十一 二十二 慈禧也死了 光绪的灵 是停在千金宫 慈禧的灵 是停在太医殿 三岁的孩子 一会儿被抱到 抬到吧 一会儿被抬到 千金宫 哭 光绪的这个灵 刚哭完 又抬到 慈禧那儿 慈禧是在养心殿 这个尸体啊 一体停在养心殿 又抬到养心殿 哭 慈禧的这个灵 就光绪的灵 停在 这个 千金宫 慈禧的灵 停在黄极殿 就是给乾隆御修的那个殿 大冷的天啊 把三岁的小溥仪 一会儿把他抬到 千金宫 在光绪的一体面前哭 一会儿又抬到 黄基殿 在慈禧的这个 一体面前哭 后来溥仪回忆说 又冷 又胖 又惊 又吓 就哭得一塌糊涂 这简直是折磨 这么一个三岁的孩子 折腾完了之后 到十一月初九 要举行 宣统皇帝 登基大典 这大典在太和殿 按照规矩 皇帝先要在 宝和殿 接见大臣等等 完了 再到太和殿 十一月初九啊 很冷了 阴历十一月初九 折腾半天 把他抬到太和殿的宝座上 三岁的孩子 他又坐不稳了 也坐不住 他父亲就单腿 跪在宝座的下面的旁边 扶着他 哄着他 他不懂啊 下面跪的文武大臣 三岁孩子哪懂啊 他叫哭他呗 三九天 这个 龙东的寒天啊 他父亲急了满头大汗 可见这个宣统登基的这个场面 这情况 普一有点回忆 我把这点回忆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 加上那天天气奇冷 因此 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 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 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 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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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膝 侧身 跪在宝座下面 双手扶 不叫我乱动 我却挣扎着苦喊 我不挨这 我要回家 我不挨这 我要回家 父亲急得满头是汗 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寇 没完没了 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 我父亲只好哄我说 别哭 别哭 快完了 快完了 登基大典刚结束 满朝文武官 底下去 窃窃思议 怎么可以说 快回家了吗 怎么可以说快完了 大清王朝亿万四年 怎么快完了 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极限 所以这一次登基大典 没有增加文武百官的喜庆欢乐气 笼造成一片悲哀的气 圈统登基 到他退位只有三年的时间 他从三岁到六岁 虽然时间不长 朝内朝外发生大事情很多 仅仅宣同政绩就写了一本大书 我想啊 这三年的时间 事情千头万绪 就是一件大事 就是辛亥革命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孙先生当选为总理 刚领事 驱出达鲁恢复中华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 光绪三十二年 情调 光绪三十二年 慈禧太后 准备做一点改革 但是又说 民智未开 老百姓绝不够 还有往后推推再说 光绪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宣同元年 宣同二年 连续爆发了 各地的起义 但是都失败了 宣同三年 八月十九日 公立 1911年 十月十日 武汉新军 发动起义 胜令 这一年 是辛亥年 所以历史上 就称作辛亥革命 接着湖南等各省 纷纷响应 不久 在南京召开临时会议 推选 孙中山 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纪念 改用公元纪念 废除 宣同年号 1912年 1月1日 孙中山先生 就任 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接着 就和清朝政府谈判 孙先生 决定 让袁世凯 接任他的大总统 南北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宣同退位 接着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退位 宣同退位有一个诏书 这个诏书起草之后 经过一个人叫张简 他看过修改 袁世凯看过 龙玉彩后 看过 最后 正式发布 这个很重要 他大意是这样子 大意是这样子 尽全国人民心里 多倾向共和 于 以何人 因一性之尊荣 服 赵民之好恶 特帅皇帝 将统治权 公诸全国 定为立宪 共和国体 仍和满汉 蒙徽藏 五族 完全 领土 为一大 中华民国 于 于皇帝 得以 退除 宽衔 优柔岁月 长寿 郭明之 优礼 亲见 致志之 告成 其不 于 其不 于 什么意思啊 全国人民的心理啊 都倾向共和 这是用荣誉太后 名义发 全国人民心理都倾向共和啊 我呀 怎么能忍一性啊 爱心觉罗一性的尊称 而 违背全国亿万人民的这个心意呢 所以 我 就龙衣太后 率皇帝 全统 将统计权 攻至全国 国体是什么呢 叫立宪共和国体 这样是和满汉猛回藏武族 完全的领土成为一个中华民国 这样一来呢 我和皇帝呀 就退下来了 啊 就很悠闲了 过着这种悠闲的岁月 长期享受民国给我的优厚待遇 亲眼看着呢 国家的这个治治啊 治理的很好 岂不渝在 岂不渝 渝就是女的那个渝 慈禧的遗址的遗 我作为皇太后啊 不是也很高兴吗 这个意思 后来有人评价 这个七草人叫杨庭栋 说吧 这么一个清朝历史的大变化 中国2000年地质废除一个大变化 说的如此轻松 特别是最后 那四个字 我要荣誉太后 做一个女人 不是也很高兴吗 实际上咱们不合适了 就说的很轻松啊 这么一个重大历史变革啊 用很轻松的典雅的文字啊 把它交代 关于清族待遇的条件 一 清王公事着 清王公事着 盖仍其旧 二 清皇族公权及私权 与国民平等 皇族私产 一体保护 三 与汉人平等 四 八旗兵殿奉讲 仍旧 之放 五 废除从前 应业 居住 等限制 我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条就是 原来的王公的爵位 背了背子 清王 清王 郡王 背了背子 一概不必 第二条呢 他们和国民平等 私产受到保护 再一条呢 就是八旗 官兵 奉奖奉禄 民国政府之等 第五条 原来啊 营业和这个居住 有限制啊 其人就许居住在内城 其人是不是 不公不農不伤不适 有限制 这个我 我我下一次要专讲这个问题 就是 这些限制取消 你住哪都行 你从事工农 冰薛商都可以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下次要专门讲 这是清 宣童退位的这个优待条件 第三 我就要说一下伏辟 宣同退位之后 旧清使这些势力不甘心 总在想发找机会来复辟 到民国六年 找到了一个机会 这个时候袁世凯死了 大总统是列宏 国务总理是段继瑞 他们俩意见不一信 发生争论 历史上叫做辅愿之争 连宏就招张勋到北京来 这个张勋呢 他参加过中法战争 是个参将 后来呢就升到复将 他很长时间是跟着袁世凯 天津练兵的时候 张勋就跟着 袁世凯的时候呢 就给他一个官 叫长江 巡越史 和这个安徽都军 这个张勋呢 是一直中于清朝 他不剃辫子 不剪辫子 所以他被称作辫帅 他那个军队也留着辫子 所以叫辫子军 张勋到了北京之后 六月 用这时候已经用功力了 六月三十日 晚 张勋 康又为等 进攻 见溥仪 张勋 和溥仪 有一段对话 张勋说 共和不和咱的国情 只有皇上复位 万民 才能得救 溥仪 溥仪说什么呢 溥仪说 溥仪说 我年龄小 不堪 当此大任 张勋说 说当年 康熙爷 八岁登基 坐了一番事业 溥仪就说 既然如此 我就免为其难 就定了 出币 第二天 七月一日 公历 1917年 七月一日 溥仪 就是宣统 在太和殿 第二次举行 登基大典 很好 现在留下照片了 溥仪 封了 一系列的关节 底下的 新的 所谓的朝臣 也行 三跪 九寇大礼 这个时候 北京城里 有了地方 也挂起了龙旗 有的人 又穿上了长袍马褂 原来盘在头上 垫子 现在也放下来了 消息传出 各地反对 外国 驻北京的 使馆 也表态 反对 讨伤的军队 就达到北京 张勋呢 只有三千个 变了兵 不堪一击 兵败之后 张勋就逃到 外国的使馆 藏起来 这就 这次复辟就失败了 在这里我说一下 我们的教科书 许多的专注 大量的论文 都把这次事件 叫做张勋 复辟 我想 值得伤怯 张勋复辟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张勋 一个是复辟 张勋何许人也 长江薰月史 安徽都军 也不过是个 军区司令吧 复辟 怎么讲 复 史记 平原军 列传 有句话 叫做三去向 三复位 就是恢复 毕 毕怎么讲 尔雅 士孤 说 毕 军 位也 就是军位 皇位 那要说张勋复辟呢 就是张勋 恢复 军位 或者地位 张勋 你不是皇帝 你仅仅是个安徽都军 有何必 之可复呢 应该怎么说 我说应该叫张勋 兵辩 宣统 复辟 或者叫做张勋 兵辩 溥 复辟 都可以 复一 人家原来是宣统皇 原来是宣统皇帝呀 我恢复我的军位和地位呀 你张勋 你是个安徽的都军 你恢复了什么 军位和地位呀 海外很多著作和文章 也这么写 张勋复辟 我查了一下 我们中学教科 输入了一个标题 这叫张勋复辟 当这事可以讨论了 我就是一家之眼 这就是我讲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宣统 登记 垂位 复辟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溥仪 国民 战犯 公民 我补一下 这个宣统复辟啊 总共12天 现在还讲第三个问题 就是宣统复辟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顾清皇室 没有想到 带了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民国人士认为 溥仪不安分 在民国的范围里面 紫金城里面还留了一条辫子 于是有些人就产生个想法 要把溥仪从紫金城里面赶出去 把他复辟的辫子给解乱 民国23年 1914年 民国23年 1924年 民国23年 民国13年 1924年 冯义祥到了北极 把他的军队改成郭明军 他自任总司令 兼第一军军长 他提出来 要把溥仪赶去皇宫 国民政府讨论 也同意支持这个方案 派了谁呢 派了北京警备的总司令 陆中林 带着人去到故宫 通知溥仪 限两个小时 搬住皇宫 溥仪觉得太突然了 也来不及准备 就要求延长 溥仪就要 跟 纯亲王 宰封商量 跟有关的皇族商量 这时候电话 起到 后来陆中林说 可以延长二十分钟 再晚的话 就打炮 邵英 急急忙忙 又跟溥仪商量 这时候 春亲王也来了 溥仪就草草的 在协议上欠了字 坐了五辆汽车 从故宫就开出来 一直开到春亲王府的北府 就是现在宋庆龄故去的地方 这就应了他登基那句话 回家呀 怎么回家了 快完了 三年就完了 第二年 溥仪就到了天津 先驻张元 后驻靖元 1931年 就到了东北 32年 做了维满洲国的执政 1934年 做了维满洲国皇帝 1945年 苏联军队 到了东北 日本投降 溥仪作为战犯 就到了前苏联 压载了伯利 1950年 溥仪就回到国内 就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溥仪就收管在福顺 战犯管理所 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 溥仪受到特赦 就回到北京 1964年 溥仪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 因为肾癌病故 享年 61岁 溥仪故去之后 爱心觉罗家族商量 骨灰怎么办 商量的意见 就 安葬在 八宝山公墓 国内的文化环境有了改变 正协给溥仪开了追悼会 溥仪的骨灰就安 溥仪在民国的时候是国民 后来做了战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 后来就变成公民 这个 一个 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是溥仪修灵了没有 有的书说溥仪一登级 就溥仪一登级的时候就修灵 学术界很多人都说 还是修灵了 这个 郁瞻先生 溥仪的侄子 他给我写了封信 修光绪的这丛灵 不可能同时又主持修 这个 宥仪的灵 他说宥仪生前 就是溥仪生前 在宥仪年间 没有修溥仪的 也就是没有修宣统的 我相信是没有修 1994年一个香港人 花钱 方絮灵的西北边 买了一块地 建了一个灵园 叫花龙灵园 跟溥仪的遗孀 李书贤商量 就把溥仪的骨灰 就埋到了花龙灵园 我就看过那个地方 很简陋的一个粉圈 溥仪这一生 一共有五个夫人 第一呢 就是戴影号的皇后 郭布罗氏 宛荣 达沃尔人 溥仪跟他结婚的时候 已经不是宣统皇帝了 是民国的国民了 所以 宛荣也就不能叫做皇后 第二 就是淑妃 就是文秀 文秀和宛荣 同一天和溥仪结婚 这个时候 溥仪也不是宣统皇帝了 所以也不能叫淑妃了 第三一位就是祥夫人 戴影号的祥夫人 塔塔拉氏 后来改姓坛 宁玉玲 后来跟溥仪离婚了 第四一位戴影号的 叫福夫人 就是李玉琴 1943年在长春和溥仪结婚 后来离婚了 第五位就是李淑贤 李淑贤是1962年结婚 后来故去了 据玉瞻先生的回忆录说 李淑贤生前有遗嘱 他的骨灰不同溥仪和藏 所以李淑贤骨灰是仗在八把山公墓 溥仪 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也是我们中华2000年帝制的 最后一个皇帝 中国 从公元前221年 秦始化成皇帝 到宣宗三年 2312年 溥仪是最后一个皇帝 一共共有皇帝 共有皇帝 有人统议是492位 溥仪就是最后一位 最后有两点巧合 我说一下 这清史很奇怪 第一个巧合 就是清太祖诺尔哈士兴起在福顺 哥特阿拉署福顺 清朝的末地 爱新觉罗普仪 战犯管理所就在福顺 我去看了那个 他做战犯管理所 那个床 我去参观过 他们一个市长 陪着我看了一下 他说这就是当年溥仪的 这个床 清朝第一个皇帝 兴起了福顺 最后一个皇帝 战犯管理所 关在福顺 这当时历史的巧合 还有一个巧合 清朝的第一个皇后 叶赫那拉士 爱新诺尔哈士的妻子 蔡宗藩 清史演义第二回 有一段 就说 诺尔哈士要修堂子 挖这个地基 挖出一个石碑 上这写了几个字 聂建州者 叶赫 电视台的导演 让我特别说一下这事 我可以郑重的说 满文材料 汉文材料 朝鲜文材料 没有这个记载 纯属于蔡宗藩先生 编的历史故事 但是有一点 很奇怪 清朝第一个皇后 是叶赫那拉士 清朝最后一个皇后 就是光绪的皇后 叶赫那拉士 那光绪 宣统呢 宣统他没有皇后 因为他结婚了 说已经不是皇帝不算了 所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是叶赫那拉士 第一个皇帝 第一个皇后 也是叶赫那拉士 从这个角度来说 蔡宗藩的话 也还有点意思 这也还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有人说 这是天意呀 还是仁意呀 我说就是历史的巧合 清朝十二个皇帝 最后一个皇帝 就是宣统 今天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